接下来我们要带您来到嘉义这家全牛料理餐厅 老板杨嘉义自己种牧草养牛 而且就把分切室就设在餐厅旁边 让客人不仅能够吃到也能够看到最新鲜的牛肉 像是店里头招牌刺身牛肉面 上桌之后再浇淋上红烧汤汁 肉片鲜嫩带着这么一点点的嚼劲 汤头喝起来格外的鲜甜 店里头所有贩卖的牛肉都富有产销履历 让很多消费者吃进嘴里头更加安心 乌着满满鲜红沙朗牛肉 随着红烧汤头一圈圈交零 颜色转为粉嫩 这一碗牛肉面特别不一样 牛肉切成像是刺身的薄片 软嫩中对着嚼劲 汤头喝来浓郁鲜甜 稍微有一点辣辣的 味道很过味 肉也很好吃 它不会过于死咸 然后主要它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牛肉摇起来会很柴 很新鲜的东西 那我们不用刻意去料理 那用滚汤去让它这样子去汆烫 吃起来的风味刚好在六七分手 所以这个是我们店的那个招牌 对自家卖的牛肉如此有自信 他是杨家义 现在是四家牛料理专卖店的总经理 自家卖的所有牛肉都自己饲养 连牛吃的牧草也是自己种 开着大型的牧草收割机 从小出生农家的杨家义 一切架勤就熟 那其实操作机械上面的话 其实说就是等于把它当成是一台大玩具 刚开始开的时候当然会怕 因为坐在那个差不多两层楼高的那个高度 当然就是会有一点点恐惧 十年前开始养牛 牛只每天吃的都是自家种的牧草 搭配玉米和毛豆 牧草它是主食 因为它富有很丰富的纤维 那我们那一些农产品的副产品 像毛豆它是那个植物蛋白是最高的 回想当初会养牛 只是单纯想消耗迈向不佳的那种作物 没想到竟然养出了兴趣 现在包括乳公牛和狂牛 一共有六百多头 对牛的习性 它更是辽若执掌 动作都是要慢慢的 它会稍微好奇再回来 这只叫它牛 它很喜欢让人家扶摸 它现在就在享受 都没有表现 杨嘉义靠着对牛的了解 培育起黄牛 而现在卖的乳公牛 还有专业的分切室 在这间分切室里面 它是必须保持15度C以下的作业环境 所以在它处理的过程当中 是相当安全的 所以肉是一定会比较新鲜 其实我们就是要让消费者知道 就是说我们做的那个 因为我们分切牛的过程是这样子做 那你知道的牛肉 你可以看得到买得到又吃得到 一条龙的作业方式 让它能从头到尾监控管理 对自家牛肉如何料理 它也很有想法 我们以前卖牛肉的时候 就是生意也不是很好 那锅铃也不是很接受 那所以我们常常屠宰一头牛 后腿都剩下很多 那所以我就突发起来就想说 那个我们锅铃很喜欢吃那个 咸酥鸡嘛 那我就想说把后腿稍微腌制一下 然后稍微改良一下 然后变成是必用堂的这一道口料理 炸过之后再和油葱酥辣椒炒香 整道料理葱蒜香气浓郁 外皮酥酥的牛肉 里头肉质特别有嚼劲 另外杨嘉义还将珍贵的牛健心 做成三杯料理 牛健心这个部位 它在藏在那个牛后腿里面 从腱子里面另外的一条心 所以它一头牛 两边只有总共加起来 差不多600公克左右 但是它的弹性是相当好的 而且它的筋是很软Q 为了让带鸡牛健心更好入口 每片肉的厚薄度 切成0.2公分 拌炒过程中 加入牛高汤增添鲜味 和九层塔一起放上铁板 再淋上米酒 顿时香气四溢 牛肉吃来软中带Q 口感跟一般牛肉很不一样 比较特别 因为一般在外面 也吃不到这种东西 很入味 很可口 很好下饭这样子 用不同部位的牛肉 做成一道道美味料理 让开业四年多的餐厅 生意越做越好 但其实刚开业时 碰到一般人崇尚进口牛肉 对台湾牛认知不足 因此市场接受度不高 一刚开始是真的很糟糕 那时候我们一个月 屠宰两头牛还卖不完 对杨家义来说 最大的挑战 就是面对进口牛肉的竞争 你看他们把所有的规格 都分得相当清楚 你要牛排就给你杀 你要费力就给你费力 那我们一头牛杀了之后 其实这些排列 它只有占这一头牛的百分比 只有22% 所以你看22很好卖 可是剩下的东西怎么办 杨家义试着找方法解决 他把剩下的部位做成牛肉干外 更积极证明自家牛肉 不比进口的差 不但拿到CAS认证 真空包装的牛肉 还富有产销履历 只要上面有贴Kiva Code的标章 你就消费者就可以透过这个 喝尾条码 然后直接看到这头牛 是什么时候生的 然后它每天吃什么东西 有身份证的牛肉 油滑粉不均匀 五花肉在火锅里涮个几下 趁着颜色粉嫩时 沾点牛油调制的牛肉酱 鲜甜滋味让人吃夹流香 而以牛骨筋膜等熬住 无效食的清炖汤头 喝来清爽甘甜 没有负担 就是不会太硬 然后软软QQ的很好吃 就比较新鲜 就不像冷冻的 那么会硬掉的感觉 真的很好吃 大家一起来吃喔 严格监控 仔细把关 杨家义并持着农家子弟的精神 不假他人之手 要让台湾牛走出自己的路